您好,欢迎您走进Match学院的Python数据库编程课堂。 本节课的主题是SecurityLite3模块进击。 学习使用SecurityLite3模块进行一些高级的数据库操作。 首先,我们来看在SecurityLite3当中提供的行对项的简介。 如何使用这个行对项。 首先,我们了解一下这个行对项支持的操作。 SecurityLite3中提供的行对项支持的操作非常多, 可以以列明的方式来访问,可以以缩引号的方式来访问, 也可以以迭代的方式来访问, 以及同时支持Lens操作, 也就是我们可以测试这个行对项的长度。 使用这个行对项的方法非常简单。 在游标建立前, 要使用这样一个语句, 将连接的RowFactory这个属性修改为SecurityLite3的Row这个属性。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个例子, 如何使用行对项。 首先,我们新建一个文件。 保存它。 同样,我们使用SecurityLite3模块。 首先要导入SecurityLite3模块。 导入它的连接函数, 以及行对项。 定义数据库。 创建于数据库的连接。 这个时候,我们在创建游标之前, 修改连接的RowFactory属性。 为这个SecurityLite3模块中的Row。 然后我们再创建游标。 下面,我们在这个数据库中, 执行查询。 当然利用游标的execute方法。 从我们前面使用的Stump这个表中查询。 查询完以后,我们获得防对象。 这里面呢,我们使用FetchRun。 过去一个行。 过去行以后,我们为了查看它的熟性。 首先呢,输出这个行对象的类型。 然后,我们试图以列名来访问这个行对象。 用print一句来输出。 比如,我们要输出它的名字。 名字这一列。 然后呢,我们试图以缩影号来访问。 。 所以,名字它所在的缩影位置为1。 所以呢,我们输入ro1。 然后呢,我们以迭代的方式来访问。 。 迭代的时候呢,使用暴雨句来进行迭代。 最后呢,我们再尝试一下。 来测试它的叠数是多少。 。 就是用。 Lan这个函数来测试。 当完成后,我们要关闭连接。 保存这个程序。 运行它。 。 这个冒号的位置。 不错。 重新运行。 可以看到。 首先,输出了这个肉的类型。 也就是它是一个Tecular3模块的肉属性。 然后呢,以列名访问。 可以访问到它的名字。 就是名字这一列。 为王俊凯。 以缩引号访问。 肉1。 访问得到永远是它的名字。 王俊凯。 紧接着呢,我们以迭代的方式来访问。 以迭代的方式访问呢,就是迭代访问所有的列。 就是1。 ID号。 王俊凯。 名字。 16为年龄。 同性为数字。 紧接着呢,我们又输出了这个肉的长度是多少。 也就是它包含多少列。 正好呢,是四列。 这就是行对象的基本使用方法。 下面,我们具体来看,如何进行批量的数据库操作。 所谓批量数据库操作就是可以以一个SQL查询允许, 进行具有多个参数的多次查询。 主要的方式有两个。 一个呢,是使用优标对象的ExecuteMany方法来进行查询。 另外一个是,使用优标对象的ExecuteSprite来进行查询。 ExecuteSprite它所执行的查询是一个写成CPU脚本的形式进行查询。 ExecuteMany呢,可以通过同一个CPU查询允许, 给它不同的参数来让它执行。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这两个批量数据库操作的方法。 第一个,使用ExecuteMany来进行批量的数据库插入。 首先,我们将这个文件并存一份。 保存它。 将这些内容全部修改掉。 在执行批量查询的时候, 比如我们要插入批量的数据。 首先呢,要定义这个数据。 这个数据呢,应该为序列的形式。 比如第一列数据,它的ID号为1。 Name,我们可以随意给它一个Name。 年龄。 年龄是一个整形数。 地址。 然后呢,我们再建议另一个插入的行数据。 比如,它的ID号为6。 名字为Jone。 年龄为13。 数据为 重庆。 。 这就是我们需要区量插入的数据。 当然,你在实际的数据变成中,这个rows可能包含很多行数据。 。 然后呢,我们执行ExecuteMany这个方法。 写入sq插入语句。 ID号Name。 H地址。 还有四个参数。 所以呢,我们要用四个问号来表示。 然后呢,紧接着跟上这样的多行的序列。 这样呢,它就可以一次性的把这个rows序列中的所有的行数据插入到表格中。 然后呢,我们再执行查询。 就是显示所有的记录。 查询呢,很简单。 就是仍然就要用游标的Execute方法。 来执行查询获取所有的数据。 查询以后,我们要获得所有的数据。 可以使用行对象来进行获取。 首先,便利游标得到行对象。 然后呢,我们便利行对象。 将所有的列进行输出。 最后呢,是TGL设物。 然后呢,是关闭设计库。 这个地方,为了避免ID号的重复。 我们将它修改一下。 保存这个程序。 运行它。 把这个位置呢,少了一个问号。 表的名字。 重新保存。 运行它。 可以看到,这个时候呢,程序得到了送车的输出。 那我们查看运行的结果。 也就是通过刚刚这个语句,插入了两条数据。 我们来找一下这两条数据在输出的位置。 应该在最后。 也就是将ID号为14的这条记录插入进去。 然后呢,将ID号为6的这条数据插入进去。 这就是采用ExecuteManage的方法来进行7量的数据库插入。 当然,如果你需要批量的查询,也可以采用这种参数的方式来进行批量的查询。 只要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序列的参数就可以了。 下面,我们来看如何使用ExecuteCrypt来执行这个查询脚本。 执行这个查询脚本,实际上呢,就是执行一个多这个查询语句。 首先,我们将这个文件另存一份。 修改这个程序。 将防对象给它修改掉。 这个导入呢,我们也就不需要了。 然后,我们首先要定义一个用来查询的这个字符串。 它作为一个脚本来进行查询。 比如,我们首先创建一个表。 它的名字为test。 具有两个列,一个是id。 一个是name列为text。 然后,查询语句之间用分号可开。 现在呢,我们向它插入一些数据。 。 再执行一个语句,向其中插入一个数据。 直接将它复制过来。 修改这里面的数据就可以了。 这里的dbnam,为了和刚刚那个test的文件。 和刚刚那个数据库test相区分。 我们修改一下。 给testb。 然后呢,我们就可以调用游标的executeScribe来执行这个sq查询的脚本。 。 我们再次调用Circulate的execute来执行查询。 查询的表为test。 当然是返回所有的列。 然后呢,我们直接用for句来便利游标。 输出每一个数据。 最后呢,我们提交这个改变。 保存它。 运行这个程序。 可以看到,我们刚刚呢,使用了这个体处理。 建立了test这张表。 并且呢,向其中插入了两行数据。 这两行数据呢,都得到了输出。 这就是使用executeScribe来执行Circulate查询脚本的方法。 下面我们接着看。 使用Circulate3模块。 创建可在Circulate语句中使用的自定义函数。 那么创建自定义函数有两种情况。 第一种呢,是创建基本的函数。 第二种呢,是创建聚合函数。 与聚合函数,比如说,要求所有列的和,就属于聚合函数。 而创建基本的函数,我们使用CirculateFunction来创建。 并且呢,它的参数,我们提供有创建函数的名字, 以及它的参数数量,和这个函数我们在真实Python语言当中定义的名字。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,创建基本函数,以及创建聚合函数的例子。 我们首先来看,创建基本函数的例子。 这个实例呢,我们已经写好了。 在这个地方。 首先,我们来看,创建这个函数,它的作用是什么。 我们首先,导入了CirculateFunction库中的连接对象,以及行对象。 然后导入了我们需要加密时使用的模块。 同样,我们定义了DBNAM这个数据库的名称。 然后我们定义两个函数。 第一个函数呢,就是对数据进行加密。 这个加密的方法呢,非常简单。 就是在字符串的后方,加上一个这个字符串的CRT32位的调页码。 解密的方法仍然是,测试这个字符串中CRT32调页码和这个字符串实时生成的CRT32调页码是否相等。 下面我们将check这个函数注册到这个连接中。 然后呢,在查询的时候呢,可以使用check这个函数。 也就是我们看到,首先,创建数据库连接。 要用数据库连接的createFunction这个方法,来执行这个check函数的注册。 这是check函数的名称。 然后是参数列表为一个,表示呢,它具有一个参数。 然后是我们注册的名字,在后面呢,多加了一个cat。 当我们注册完以后,同样我们要建立游标。 并且呢,写了一个secureScribe这个脚本。 在其中呢,插入一些数据。 然后,我们将加密后的名称插入到数据库中。 最后,我们执行这个脚本,将数据准备完毕。 当我们在查询的时候,仍然执行优标的execute方法。 在这个方法中呢,secure查询语句,我们可以看到,调用了这个名称。 就是对这个名字进行验证。 如果验证成功,就返回真实的名字。 验证不成功呢,就返回空。 也就是呢,我们查询不到名称。 下面我们执行这个程序。 可以看到,第一个程序查询。 第一个查询获得成功,也就是Lily。 然后是GreenLily。 那么第四个呢,没有成功。 第四个没有成功的原因,就是这个名称是我们随意查入进去的。 而这个后面呢,数字,它不是前面字符章,生成了12c32位的效应码。 因此呢,它不能够返回原来的名称。 这就是我们通过QuadeFunction这个方法,将我们自己编写的方法,注册到数据口连接中。 然后呢,我们在查询的时候就可以使用我们注册的这个函数。 下面我们看如何创建聚合函数。 创建聚合函数的方法也很简单。 使用CreateAggregate这个方法就可以了。 同样,它的参数和创建基本函数的参数也类似。 有名称,这个参数的数量,以及呢,类名。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,创建聚合函数要使用一个类来实现。 当然,这个类呢,必须要实现一些协议方法。 所谓的协议方法就是实现指定的方法意思。 那么它的协议方法包括两个,一个是Step,一个是Finalize。 Step就是一步一步的运行。 Finalize就是返回最后的值。 下面我们看具体的例子。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文件。 在这个文件中,第六行开始,我们定义了一个通过将所有数的绝对值求和的这么一个类。 它实现的协议方法就是一个Step。 那么这里面的V就是每查询到一条记录,将其中的数值V进行取绝对值。 然后呢,将它类加到这个类的实力变量S上面。 最后返回值,就是返回这个类的实力变量S的值。 下面我们首先建立连接。 然后呢,使用这个方法将这个类注册为一个名称。 然后我们同样建立这个游标,并且呢,使用ExecuteScribe来执行这个查询,将数据插入到表中。 最后,我们看在Execute的Execute查询询中,用Select调用了这个我们上面注册的这个函数的名称。 然后呢,对所有的值进行绝对值以后求和。 我们运行下这个程序。 可以看到,求和的结果是15。 那么,也就是说,刚刚呢,它求和的就是指向这个分数。 你看这是8,这是-7。 那么,最后的结果呢,正好是8加上-7的绝对值,应该是15。 那么,通过这种聚合函数的定义,我们可以自定义一些对数据库表进行统计的一些函数。 接下来,我们来看一下,在SecuteLite3数据库中,数据类型的转换。 那么,在Python中,常用的数据类型,有none和整形,字幅串,字结串,以及二进制的byte。 那么,对于这些类型,在对应的数据库中,none为now,就是空的意思。 那么,整形呢,就是在数据库中的整形。 这幅串呢,就是在数据库中的text,就是文本的意思。 那么,byte对应的就是blob,那么它就是二进制数据。 那么,是数据类型的转换。 我们呢,要有所理解。 最后,我们来看一个二进制的文件操作。 也就是,在数据库操作时,我们将文件保存在数据库中。 它所使用的数据库查询的语句仍然是insec。 在插入数据的时候,注意这个位置是f.read,打开的文件f, 然后呢,将打开的文件对象f中的数据读到数据库中保存起来。 在获取的时候呢,和获取数据库的普通的列是类似的。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二进制文件操作的实例。 首先,我们打开这个二进制操作的实例。 我们来看具体的程序。 当然,这个程序的开始也很简单。 就是创建数据库连接,创建游标, 然后呢,执行一个sq查询脚本。 当然,这个脚本呢,仍然是建立一张表。 下面就是执行这个查询的脚本。 然后我们紧接着打开了一个文件,也就是f等于open。 那么用于打开一个文件,以二进制的形式来进行打开。 那么这个文件呢,就是这个图片。 然后我们自行查询,就是要用优标的execute的方法。 要用这个查询语句,向这个表中插入数据。 并且呢,以参数的方式来进行查询。 查询完成以后,就将这个文件的内容插入到数据库中了。 然后呢,我们再次调用优标的execute的方法。 从数据库当中,查询ID号为3的刚刚的这条记录。 并且呢,获取这行记录。 将这行记录获取以后,我们重新打开一个文件。 将刚刚保存在数据库表test a data layer中的数据取出来。 并且呢,写到这个文件中。 然后我们呢,提交事务,关闭数据库。 下面我们进行一下这个程序。 可以看到,此时这个ttjpg文件已经生成。 也就是我们将test这个文件保存到数据库中。 然后呢,又从中读出来。 并且呢,写到另外一个文件中。 这两个图片文件是完全一致的。 那么这节课,我们主要介绍,在SQLite3模块中的行对象的使用。 以及如何进行批量的数据库操作。 创建可在SQL语句中使用的设定义函数,包括基本函数和聚合函数。 以及将文件保存到数据库中的方法。 今天的作业是,第一,练习和熟练使用行对象。 然后呢,设定以实现一个可以在SQL查询时使用的基本函数,并实现查询。 设定以实现一个聚合函数,并实现查询。 最后是,尝试将你的照片保存至数据库,然后呢,从中读出来。 本讲视频到此结束。